PS5系统又更新了 我们看一下从哪更新 首先三角线进入这个设置 然后进入系统 在系统软件右侧 第二个系统软件升级和设定 然后第一行右侧可使用的升级 选择第一个使用互联网升级 找到PS5系统软件 我们选那个查看详情看看 改善系统软件性能和稳定性 改善了某些屏幕上消息和可用性 版本23.01 7.20.00 好我们直接升级 我这是国行PS5备份的港幅 PS5的系统更新不会影响港幅备份的 已经两年了都没问题 估计以后也不会 好系统更新完成 看一下这个主机信息 是不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版本 来验证一下 正常留览商店是没问题的 好说完下课 好看 好看 好看